转了一年 已经利益无量众生 只要人家来拜佛 就得到他的价值 就像一个旧的佛像 旧的佛像已经被拜了一千年 这不得了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有这个想法就可以了 好 请说 师父 线上网友的提问 如果已经发了出家的愿 但还是有生气傲慢 烦恼心 是不是等这些烦恼习气断了以后 并可以了解更多出家的戒律 才可以出家 就是说他想要出家 但是他还有习气就对了 我想并不是代表出家 就代表没习气 但是是说他尊重出家的戒律 我出家就是要来对着这个问题 不是等你没生病了才来住院 就是因为我有生病 但是我愿意遵守出家的修行戒定会 这些在重大的烦恼都可以对质掉 但是就怕一种人他不负责任的 反正我戒不掉 那你这个人就不能出家 出家是你有没有决心去断除你的烦恼 我已经杀过很多人了 我可不可以出家 可以只要我决心不再杀 就像杨洁莫罗 但是杨洁莫罗除了决心不再杀 他还有大惭愧心 所以他还可以赠得阿罗汉 所以我想这个分两方面 自己有没有决心要改 如果你没有决心要改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出家 还是出不了家 但是如果你有决心知道 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缺点 就不想改的人 这个人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说他 如果你不知道你有缺点 那倒没话说 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 那你已经知道 我这个人就是脾气不好 脾气不好 你还不想修 还借着你脾气来骂人 意思是说你脾气不好 用脾气不好来覆盖自己 来找借口 那是好像没有道理的 所以我想决心 我们叫精进波罗蜜 也代表在南传教 决意波罗蜜 他有这个决心 阿处佛 阿弥陀佛 过去都造下了下无间地狱的恶业 那是他们升起惭愧心 看到那个石头佛 一败下去 我永远要真心的改变 不再犯 我要发起真实的心 所以他们后来成佛了 叫阿弥陀佛 叫不动佛 所以我想这个想要出家的人 就像很多人说 师父 我觉得很喜欢出家 出家很好 但是我看到男的女的还是会想 你会想吗 会啊 但是我老实词戒 我有惭愧心 我有在按照佛法去思维空性 所以这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你千万不能一直保护自己的缺点 所以应该是这么想吧 好 法师慈悲啊 墨学想问一个问题 墨学有一位师兄在图鲁兹 本人开了两个餐馆 做那个 是火锅 然后呢 就是他本人也是信仰佛教 但是他的妻子 就是不识宿 他们也都在佛学院学习 然后前一段他们有怀二胎 这个孩子可能就是五个月 然后就出现了那个早产的那个症状 然后所有的师兄们都回向经文 给他 出现了三次非常危险的情况 然后在前两个周之前 孩子平安地生产了 大家都回向经文给他 然后他的 我们都建议他改素食 然后他的店里面 就是他的后厨 包括他的大厅里面 他放的有佛像 然后到处写满了咒语 然后就是他们 就是不太认为 就是这个餐馆 会对他个人 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影响 就是希望法师能够慈悲地开示 希望他能够听到这些 我还是必须先做一个强调 就是说 我们不能执着他改变 因为他认识我 他是我朋友 他是我兄弟 这样 我们只生起悲心 不能有执着的担心 不然你念佛就没有用 也就是说 这个世界有多少人 在开婚式的餐馆 那一级一切因为他 所以我想到这个问题 我会念 然后希望 他们都有福报 能够听闻佛法 而不是针对他 当然以他的因缘 我生起这个心 那当然他就有福报了 所以一切因缘 都是我们发心的祝愿 但是不能卡在那一点 如果说 你刚刚讲 全部人都为他念 那这个功德 等他小孩生出来 他们功德就不见了 记住 我念欺骗钥匙经 是希望我爸爸病好起来 结果我念完了 这欺骗钥匙经就没功德了 所以是因为我爸爸生病 所以我发愿念欺骗地上经 回向法界众生 那这个功德永远都还在 那爸爸更容易好起来 但是爸爸就算没有好起来 那我再欺骗再欺骗 就是他这个病成为我们精进的祝愿 不间断的祝愿 我们要念到什么时候呢 念到这个世界 没有人在开婚式餐厅 这个叫弥勒菩萨的愿 所以在这一点就是说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现象 脉昏死了 老子生病了 这都是我们生起一个平等悲心的祝愿 所有功德融入法界 当然接受他生下来或没生下来 如果刚刚你这么说 大家发动这么多的念 结果小孩子还是胎死腹中 那么大家不要念了 大家觉得佛法没用 那就很痛苦了 因为个人的因果不一样 所以我想很多人叫我帮他祝念 我都认真的帮他念 认不认识 因为现在有违信了 我都帮他念 念完以后 结果会怎么样 我随缘 但是我感谢他给我一个慈悲的祝愿 去关心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一种病 去希望整个法界众生都能够如此 所以但是佛法不可思议是真的 那这个不可思议不在你意料之内才叫不可思议 因为真的针对这个事情 我们为他们念 为他们回向 为他们放生 自己也这样吃素 那一天他如果变好了 因缘成熟自然成熟 但是因缘什么时候成熟呢 随缘 不能有压力 所谓压力就是说 你妈妈生病 你希望一定要她好 她不好就不行 这样那就伤害了 伤害了 因为你所念的东西就没有效率 没有功德力 因为是有执着的心态在念 所以我们叫前行大悲心 正行空性 就是说我生起 针对这个事情 我生起的是对整个法界开婚史吃肉的悲心 那我在念的时候 我是保持在佛性空性的念 最后回向法界众生 因为他这个缘可以 而不要让自己 因为学佛而起烦恼 所以不是怎么办 而是让我更尽力 这样而已 但无所求 这样去回想 好 再两个问题 那么阿尼陀佛 弟子拜师傅 看见师傅来 很高兴 弟子常常看师傅的片 弟子在学习 同师傅 走走六点 拜啊 一一拜水 一个饼干 七个米 弟子供养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真 供养 八万法主 八万鬼王上天 供养这个小孩子 供养了一起 世家平安 都这个世家平安 法国 美国 中国 台湾 什么地方 弟子靠靠 保佑世家平安 回向给我 弟子跟妈妈 爸爸 爸爸妈妈死很苦 在柬埔寨 十三十多个 所以弟子常常拜佛 回向给 这个走心 弟子不懂字的 弟子就小得很苦的 没有读书 十三岁就拜佛 今天七十三岁了 弟子很供养佛 很供养师的 去到哪里就拜师 弟子去印度 弟子有钱 是常常要去印度 不死的 今天 弟子很高兴 师父 告诉我们 做好人 常常个心 很高兴的 走走六点 弟子上起来 去供养 供养这个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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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德 供养十方 六道清凉 供养 四次 下平安 供养 八万 鬼王上天 供养 小孩子 这样 弟子做 这样 不是 对不对 师父 阿弥陀佛 感恩 师父 几点 好 阿弥陀佛 你就继续做就好了 因为 这是 没有没有 这个没有对错 你心里觉得很快乐 很有意义就好了 但是你就 不要去想负面的 想说我 我十三岁 穷 我七十三岁 这个不要念 我爸爸妈妈 死很苦很苦 这个也不能念 因为 他不苦 不会往生净土 他一定要有一点点苦 你劝他念佛 他就会去净土 所以就是说 好在我们在这个苦里面 我们有学佛 像你刚刚这样讲 我们听得很高兴 好在你不懂字 你懂字 你就不会这么念 你就会看看很多书 我要去读什么经 我要去读佛学院 这下就惨了 就不念佛了 所以我想各位 现在社会有两个很特殊的 懂字的人很骄傲 不懂字的人就很谦虚 你最乖了 靠你了 对对对 这样就不得了了 好在你不懂字 你赶快 我也不懂字 我也是 因为我都是 我认为修行就是 让我们的心保持在那个状态 相信佛法 相信阿弥陀佛 对不对 知道世间苦 这样就好了 所以你的爸爸妈妈 一定在极乐世界 所以你不能再找找苦 你爸妈说你好苦 我才不苦 我在净土 对不对 但是所以就不再去 因为把苦变成慈悲就好了 把苦变成一种智慧就好了 而不见得要去讲到想到那个苦 因为这个很正常 所以谢谢你 来阿弥陀佛 往生净土 你要说吃到你的米了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通通去极乐世界 对不对 跟我爸爸妈妈一样 都去极乐世界 然后我们人就是这样过一辈子 所以你现在所有的希望 都是去极乐世界 好不好 然后让认识你的游行无行的 都去极乐世界 像爸爸妈妈 那这样你就是博士班诺贝尔奖 这样就OK了 那就没烦恼了 对对对 没有烦恼 向你看起 还有问题吗 那边麦克风 等一下 好像究竟法博 他老师那个集市那么乱的 说呢 嗯 嗯 那么我们应该说 呃 比如好像法师你说的 我们去到那里看到什么 要扯什么咒 那么呃 如果 如果说现在法国这种情况的时候 那么我们应该是 扯那个热恋咒呢 还是要 那个热恋咒太困难了 不会啊 不是说不能念啊 就是说 你念什么 你只要觉得很熟悉 没有压力都可以 因为你已经背下来 对你来讲热恋咒 太容易了 但是 因为 现在社会这种状态啊 最大的保障是慈悲心 就是说 你念什么都可以 你用慈悲心 那希望 而不是说怕那些强盗 怕小偷 因为对他们也用慈悲心 这样就好了 当然也不是因为我慈悲心 我就故意把钱露出来给他看 那你就会让人家泛起贪心 对不对 我还是尽量不要带钱 对不对 真的来了 就这边这边这边 就这两张而已 你去吧 所以你还是要带一点 万一他找你 给一点酬劳啊 因为他忙了半天 没抽到你钱 就打你两张 你都吃亏了 所以我的施工的酬劳 我每个房间都要摆一点钱 万一小偷来了 就在这边 不要给我翻箱倒柜 那个经典太重要了 钱钱钱 钱你拿去 不多也不少 对不对 小偷就没有白跑这一趟 结果